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我是蠢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主要要闻 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接手调查康尼·迪罗各州小型飞机的坠毁事故 相信并非意外,出事的小型飞机是来自一间飞行训练学校 街上除了教练之外,还有一名来自约旦的学生 飞机于当地的时间星期二的下午三点半左右 在东哈德福德镇撞到一条灯柱之后坠落一条马路上 并且是灼火焚毁 而飞行学生在事件当中就丧生 受重伤的飞行教练向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人员透露 事件并非意外,飞机坠毁的地点距离一间生产战机引擎的工厂不远 联邦调查局就不愿意评论案件 但康州州长就粗请市民 在查明事件之前,不易过早地下定论 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竞选团队主席波德斯塔就表示 她的私人电邮系统被黑客入侵 联邦调查局目前正在调查是否是俄罗斯在幕后进行策划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等多个机构的电邮系统先后是遭到黑客攻击 维基解密日前公开波德斯塔大量的私人电邮内容 波德斯塔就表示,联邦调查局对她的电邮系统遭到入侵的调查工作 是更大范围调查的一个部分 而波德斯塔登上希拉里的竞选专机之前 就对当时的记者表示,从政这么多年,这次参与的选举活动是她首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进行纠缠 而对方看来是要帮助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波德斯塔又声称表示,特朗普的顾问斯通一直是与维基解密的创办人阿桑奇有直接的接触 斯通就反驳指控完全不正确,而维基解密也是强调与斯通是没有任何的接触 南京警方是倒破了一个涉嫌制造以及销售假药的犯罪集团 搜出超过10万例的假药,包括伟茂威尔刚以及避孕药 药物售价是成本的超过20倍 南京秦淮区警方在接获市民投诉有店铺怀疑卖假药 经调查之后,发现制药点是位于安徽与河南 犯罪分子购买真药之后进行加工,混入糖和面粉 一粒成本为5毫的假药卖12元 警方分别在南京安徽和河南市拘捕了9人 有被捕者就声称因为欠下拒债而因此犯案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表示 中国和柬埔寨市处于发展关键阶段 面临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 优化产业结构的相同任务 习近平对柬埔寨国事访问前夕 在当地的报章就发表了署名文章 他就强调,中检同位区域经济一体化 和区域合作推动者、建设者 也站在关系的新起点 中国将会同柬埔寨一起努力 推动两国全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实现全方位多领域以及深层次的发展 而习近平又更加强调 中检传统友谊始终是根深夜貌 得益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精心培育 他就特别提及了西哈努克太皇的一段说话 形容是中检友好的真实写照 再来看到香港方面的消息 防委会的绿制居项目 景泰院的申请表 近日起于乐福防委会客服中心进行派发 有市民一早就到场进行排队 领取申请表 市民黄先生就表示 景泰院以六折出售较为划算 价钱较为便宜 预计花费两百多万是购入单位 但认为单位的设计一般 需要再次自行建房 而他就打算与儿子以两张绿表进行申请 希望能够抽到两个单位与家人同住 而市民何女士就认为 景泰院位于市区出入较为方便 希望抽到一个大单位与女儿居住 不过何女士就认为 景泰院的间隔偏小以及价钱一般 又认为可以抽到的机会是比较的小 防委会与客户中心展示 景泰院虚拟示范单位短片 市内间隔和建筑模型以及相关的展板 市民可以于本月的20日至下月的2日之前 是递交申请表 关注完了要问再来关注一下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今早的开盘情况 刚晚美股道指轻微回升15点 横指今早低开106点 是报在23300点 国际指数低开56点 是报在9616点 蓝筹股市跌多过升 腾讯市低开1.1% 报在211元 中移动低开0.2% 报在995.1元 盘前成交是达到2.28元 油价回落 中含油低开1.9% 报在10.24元 三桶油中暂时表现最差 而国泰航空下调下半年的盈利展望 股价今早低开2.4% 面对擅自为客户开设账户的丑闻 富国银行就宣布 行政总裁斯通普夫实时进行退休 而富国银行就宣布 现年63岁的主席兼行政总裁 斯通普夫退休 实施生效 由总裁兼首席营运官进行接替行政总裁一职 而独立董事桑格将会出任董事会的非主席主席 而富国银行为了提高业绩 在为获得客户授权下是非法开设了200万个存款以及信用卡账户 桑格斯在声明当中就表示 斯通普夫成功地带领了富国银行是走出了金融海啸 不过斯通普夫就认为 目前是时候由新的领导层领导富国走出今次的丑闻危机 斯通普夫上约到美国国会就丑闻进行解话 议员在会上就要求他进行辞职 其后他就同意放弃总值为4100万美元的股票花红和部分的薪酬 富国银行将会于周五公布第三季的业绩 联储局将会公布9月份的公开市场委员会议息会议记录 显示多数的委员就认为 如果美国经济继续增强 应该在相对短的时间之内会进行加息 会议记录又显示 无论是9月加息还是带更多就业以及通胀数据公布 都有合理的理由 而部分委员就指出 谨慎的加息做法能有助就业市场进一步的复苏 不过有委员就认为 美国已经接近充分就业 如果联储局待更长时间才会加息 通胀可能会过快上升 而联储局9月会议就决定维持利率保持不变 但有三名委员则投反对票 他们则支持马上进行加息 英国皇家测量师学会公布英国9月楼价连续第二个月的上涨 买家询问则是2月以来的首度上升 表明楼市经受住了英国公投脱欧的初步震撼 不过伦敦楼价再次下跌 因为不确定脱欧决定对伦敦以及庞大金融服务业的冲击 以及4月加税对投资性购房的影响 9月楼价差值从前月的正13升至了正17 进一步的远离7月所及三年低点的正5 而该指数连续第二个月上升 在此之前连降5个月 英国皇家测量师学会的首席分析师就指出 6月脱欧公投之后市场正在慢慢稳定下来 但主要问题仍然是缺少卖方 2014年中以来这一现象一直在推高楼价 伦敦中心地区的数据仍然是与总体趋势不太相符 受访者当中就有人表示 该地区市场的楼价近期可能会进一步的下滑 其他地区的楼价看来仍然是处于声势当中 石油出口国组织欧派克产量创下了8年的新高 这样的消息是抵消了该组织与其他产油国 可能达成动产协议的乐观前景 加上美元汇价一度的升至了7个月的新高 外围油价周三滑落1% 纽约汽油倒退61美鲜货1.2% 收市是包在每桶50.18美元 布兰特汽油回落60美鲜货1.1% 收市包在每桶51.81美元 较早时欧派克就公布了月报显示 9月产量创下8年新高 平均日产为3339万桶 较8月多了22万桶 纽约能源对冲基金就指出 数据确认市场优虑也就是欧派克如要达至最终减产 仍要有多项的工作需要进行 而如果欧派克减产失败 油价可能会回落至40美元 而此外投资者就较为关注 美国周四将会公布的原油库存数据 分析研究预计上周原油库存将会增至30万桶 而美国石油协会周三较后的时间将会公布它的统计数据 关注完了所有的要闻 最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天气情况 目前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 大致的多云 部分时间有阳光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